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 諸黑百格大戰澳洲人民的激烈情況 不過在講下去之前 我就要首先講一下 為什麼今天這個出片時間會晚了那麼多 其實就是因為早上的時候 實在是太過頭痛了 六到半路中途的時候都受不了 吃了粒藥去睡覺 現在睡醒一覺之後就好很多 多謝大家的關心 在昨天 諸黑百格就無賴到 將所有澳洲媒體的新聞網站 就在Facebook上面完全屏蔽了他 使得所有的用戶 都不能夠在Facebook上面分享到 來自這些網站的新聞報導 不單止是這樣 原來有部分的澳洲政府網站 比如說澳洲氣象台 別人都是賣天氣報告的 他都說不准來分享的 亦都夾雜了有很多不同的澳洲政府部門 比如說這個衛生廳又被他禁止了 所以其實他就是借商成毒的 人家明明就是叫他 你是應該付回一定的份額的收入 來支援澳洲的媒體 但是人家就沒有要求你付錢澳洲政府 只不過諸黑百格就衰得 把部分的政府部門網站都封鎖了他 不能夠在Facebook上面分享到 導致很多澳洲的網民 都非常憤怒 於是 現在又再掀起了一個 刪除Facebook的熱潮 這個刪除Facebook的關鍵字 已經成為了澳洲Twitter上的流行語 現在是非常熱門的關鍵字 亦都證明得到 民眾對於這個諸黑百格的憤怒 又再延點起 其實在這麼多家的科技巨企當中 唯一不肯作出妥協和讓步的 就只有Facebook 連Google這麼大間企業 他們都願意向部分的澳洲媒體 支付一定的費用 Facebook就是貫徹一個賺到盡的理念 你這個諸黑百格其實一直以來都是賺到盡的 比如說 可能大家有些網友已經刪除了Facebook 但是也會有一個經驗 就是在看Facebook的影片的時候 半路中途會彈一些廣告出來 而且廣告有部分還不能夠skip 即是局體的 問題就是 原來有很多發佈這些影片的網民 是不會收到這個廣告收益 即是他強行把廣告放在部分的影片當中 試問如果你作為一個影片的創作人 你會不會把一些原創的內容 放在Facebook發放呢 照計應該是不會 因為原來自己所發放的東西 就會讓他利用作賺錢的工具 而且不僅僅是這個 還有那些用戶的私隱 即是那些個人資料 全部都在背後形成了一個大數據 他就拿去賣廣告來賺錢 這些東西就構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錢他就賺到盡 但是他就不願意 在手指欄那裏漏少許出來給那些內容創作者 所以去到後期 大家使用Facebook的時候應該都會感受得到 那些內容的質素就是每放月下 而且也都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出現了很多內容的農場 什麼叫內容農場呢 就是那篇文章根本不是他原創的 只不過在網上順手黏來 叫做Copy and Paste 就是說 純粹就是 整篇抄襲下來嫖蝕 這些情況都已經很常見了 因為你這個平台就是貫徹賺到盡目標 所以就會 造致到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當然第二個原因就是 他不願意把權力下放 因為澳洲這條法例 就規定了他不能夠頻繁地地 去修改演算法 但是偏偏這個演算法的修改權 就是會控制得到 究竟網民是會看到 或者看不到哪些內容 這件事對於朱克伯格 維持著他那個霸權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是不願意把這個權力下放 只不過 現在他用到一個強硬的手段 來對付澳洲的時候 澳洲人民絕對並不是省油的燈 大家想想 當他們面對著中國那種 好像泰山壓頂式的反制措施的時候 他們仍然可以 措施的時候 馬上 alde 什麼逼 牛黑板格 跟你都跟背 OK 所以 你看也有一個誤後 其實不停 因為更強硬的措施 澳洲人 Ref sound 都有已經體驗出了 所以現在去了封殺 人家的 新聞網站 或者政府部門的網站 基本上 只會是驅使得有部分人 離開你這個平台 所以澳洲人真的好東西 是值得尊重的 面對著你這個科技霸權的欺壓的時候 人家勢不低頭 好東西 至於除了澳洲之外 原來現在連加拿大方面都有意來去效法澳洲 推一些類似的法案出來 加拿大文化遺產部長吉爾伯特就宣佈了 將會在未來幾個月草耳法案 確保得到那些社交平台會為著用戶轉載新聞內容 而給錢的新聞機構 其實這是很公道的事情 當然現在這個諸黑百格就是會陷入到一個兩難當中 他現在可以用這麼強硬的手段來對付澳洲 問題就是歐洲方面又說想立法 加拿大方面又說想立法 其實這條法例遲早很多西方文明國家都會陸續通過 那你到時是不是要像慈禧太后那樣 對這麼多國家全部宣戰呢 是不是全部新聞網站都封鎖了它呢 如果是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等同於自絕於群眾 那你那個網站的價值就會完全倒退 甚至乎是崩盤的 因為你諸黑百格懂得強硬而已 其他主權國家一樣可以強硬而且可以比你更加強硬 到時你諸黑百格一樣是要低頭的 加拿大的文化遺產部長吉爾伯特就說到了 譴責Facebook封殺澳洲新聞內容這種做法 而且他還強調 諸黑百格這樣做 是不會影響加拿大政府草耳申發的決心的 那就是說其他國家是會爭相來訪效的 因為這些法例其實就是一石二鳥的 我們都說過了 一來就可以保障得到當地的新聞媒體 是會有一定程度上的收入 二來就是可以確保得到新聞自由是不受影響的 因為不讓你頻繁更改演算法就是不想讓你封鎖新聞 當然諸黑百格他可能就是靠這招吃虎的 他就很忌諱 他就不願意放回這個權 問題就是我相信到最後 諸黑百格都要向現實低頭的 他是要妥協的 他基本上就沒得選擇 因為其實他現在的平台有三個 一個是Facebook 一個是Instagram 一個是Whatsapp Whatsapp就純粹是文字的即時溝通 當然大家都可以發聲音訊息或者短片 但是比較少 多數都是文字 Instagram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以短片和圖片為主 Facebook簡直是雜欄 圖片也有 影片也有 問題就是 到了21世紀現在開始進入5G年代的時候 影片就將會主宰住互聯網 所以我經常都說 蘋果日報可能大家有部份人就不喜歡這家媒體 問題就是蘋果的動新聞 就是領先全球的一個做法來的 因為 以往大家知道 看報紙 圖片都欠奉的 密麻麻就是一堆字 你說80年代的報紙其實都是這樣的 蘋果日報一進入了市場之後 他就主打這個圖片 而且是主打彩色印刷 這些東西其實就是改變了整個媒體的生態 當然蘋果還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他們的追蹤報道 或者是狗仔隊等等 但是純粹說 在那個載體上的改革 他們是做得很成功的 當進入互聯網時代的時候 他們 就搞出一個動新聞的平台 結果這件事其實就是 在全球的領域上都是領先的 因為去到後期 很多媒體都有做這件事 因為大家傾向是看片 就多過看文字 因為文字本身就是沉悶 這件事我想 沒什麼人有爭議 如果叫你看一條片 或者叫你看一堆字 我想七八成人都會看片居多 那代入Facebook這個情況 其實他們都是很在意 和著力 去發展那個影片的功能 大家只是看一下Apps下面 那幾個按鍵就知道 其中一個按鍵 正正可以給你一按進去 有很多片看 但是 始終來說他們就比 YouTube落後了很多 所以在長遠的發展來說 我相信 Facebook的急速增長期 就已經是過了 因為他始終就是 以一個文字為主的平台 但是已經去到5G年代 大家都傾向看片 看片有些甚至乎 已經是 1080p都不夠 要2k 4k 這樣看 所以 在於Facebook 來講 他們就算不是搞什麼 政治審查 或者不是到處 和各國人民 宣戰 他們本身這個 平台 都已經是 強勞之末 如果他們再搞得多 這些 不斷來 趕客 只不過是 死快點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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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